大家好,现在我来讲一下delete nodes and return forests 这条题的意思是说给定一个二叉数 其中的每个节点的值都是独特的 然后它还给定了一个to delete array 我们要把这些点在这个数当中给删掉 然后返回剩下的森林 看一下这个例子 1234567 我们要删掉的是三根五 那么它是叶子节点就删了 就没有什么联系嘛 就没有什么关系 但如果要删三的话 也就是说你要把他跟父亲的连线 跟孩子的连线都删掉 于是说这就剩下了三个数 一个是124这个 还有就是6 还有就是7 那么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 首先你想删除一个节点 那么本质上删的就是 他跟孩子的连线 跟父亲的连线 还有他自己 就把它从这个数当中去掉 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来记录 所有节点的父亲节点呢 那其实是有些麻烦的 我们可以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是 就是我们一定是会便利整棵树的 因为要检测那个点是不是要被删的 所以是一定要便利整棵树的 因此你就可以用 呃什么前序中序后序或者程序了 我这里用的是程序便利 呃为什么呢 我我的思路是这样子的 就是首先 先把这个一丢到这个结果的list当中 然后如果这个一 它是要被删的 就把它从结果中remove掉 然后它的孩子如果 如果是不为空的 就丢到这个q里继续操作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 当你一个节点 它 它本身是要被删的 那么必然它的左右孩子会变成两棵分离的树 所以你就有必要把它放到这个result list当中 比如说这个1吧 1它这个 它本身是不要被删的 它在我们的结果当中 结果list当中 然后 左边的话 它也不是也不要被删 但是你还是要把它放到q当中 因为它可能孩子当中有要被删的 所以把它放到q当中 然后3的话 它要是 它是要被删除的 所以你就先把这个边给断掉 也就是说这个1的右就等于right 而不是 1的右就等于no 就这边就把这个连线给断掉 然后同时你还要把这个数给放到这个q当中 因为它下面可能有不需要被删的 它只是把这个3给去掉而已 好 所以一开始我们存到数里的 存到结果list当中的数已经变样子了 已经变成1245了 这个边已经被我们去掉 好 然后这个时候出来的应该是2 对不对 因为我们 在q里2出来 然后一样的道理 然后这个5 它是要被删的 所以就把这个边给断掉 那么我们一开始存到结果 list当中的数就变成了124 好 接下来出来是3 3是要被删 它本身是要被删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从我们的resultlist当中给去掉 同时把它的两个孩子给放到我们的resultlist当中 所以这个算法的思路就很明显了 就是先把根放到结果list当中 如果 然后就做程序便利 如果这个根结点 它是要被删除的点 那么把它两个孩子 先把它从resultlist当中去掉 然后把它两个孩子给放到这个q当中 如果它不要被删 它本身不是要被删的 那还是要把它两个孩子给放到q当中 只是它不会从我们的q当中被删掉 接下来的操作就是修正这个数的形状 就是这个e这个数是肯定是在我们结果数当中的 但是它的形状是要被修正的 就 呃 运用同样的 处理方式 就是 先看它本身是不是要被删 本身要被删 从result当中去掉 然后 只要它的两个孩子不为空 就把它放到q里 然后它的孩子当中 呃 有一个是要被删的就断掉 它跟它孩子的那个连线 然后 就就是这样 最后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了 好 让我们来做这条题 首先我们得到一个 tree node 就是result 我们有link list 因为我们要delete node 用link list的话 应该是长数时间的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q 就用deck 其实用q也是一样的 tree node q new array deck 好 然后 呃 先把这个 root给丢到这里面 然后result 先add的这个 呃 就是root 它这个q delete 我们要快速判断 它是不是要被删的 那就把它变成一个set就好了 set new hash set 好 然后for 呃 每一个去delete to delete 诶 delete set add 它就好了 好 然后就 当q 不是空的时候 我们先判断 如果 当前的东西 它是要被删的 content 我们先 嗯 去 我们先pull一个出来 current node q pull 如果content curve value 如果它content 这个value 我们就把它从result中 给remove掉 remove这个curve 然后它的两个孩子 只要不为空 就把它放进去 如果cure left if not equal to now q of curve left if curve right not equal to now q of curve right 好 这是对于它本身的处理 还对它两个孩子的处理 如果curve left not equal to now 嗯 哦 不好意思 这里不对 这里应该是把它 add进这个result当中去 result add 就是说 假如说这个 你看这个3啊 3它是要被删的 那么它下面的两棵树会变成 它两个孩子会变成新的树 在结果当中 因为要把这两个隔边给删掉 所以说 如果它不得 我们就read到 放进这个 再放进这个 好 嗯 嗯 remove掉curve 好 这个 如果curve left not equal to now 我们首先会把它 offer进 我们的q 然后如果 set contents 也就是说这个 呃 它的左节点 是要被删的 我们 怎么做 我们是把curve left 等于no 也就是说 如果 嗯 就假设说这个 嗯 假设这个6是要被删的 我们就把这个线给断掉 所以curve right 嗯 等于no 还有同理 对它right 不得于no q offer curve right if set contains curve right 到value 就把它给放到 就把它的右边给设为no 最后应该是返回 result就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对不对啊 首先这个1 我们1已经把它加到 这个结果数字当中 结果list当中 把它po出来 它不包含 所以就不处理这部分 然后它左边不为no 把它放进q 它左边也不被包含 所以也不处理这部分 然后它的右边不等于no 把它放到q里 但是 它包含了右边 所以说它这右边的这个 就等于no 好 然后 这个时候出来的应该是2 对不对 2的话 不包含这 不做这 然后4 把4放进q 然后5呢 它是要被删除的 所以就把这个给设为no 所以就 curve right 所以就把这个线给断掉了 那这个时候出来应该是3 对不对 然后这个3是要被删除的 我们把它从result中给 remove掉 嗯 我们刚才有 我们刚才有 这里面 哦 没有3 所以没有关系 不影响 现在这个re到只有1 然后 它的左边不为no 就把这个6给放进结果里 然后7放进结果里 好 这个时候 它的左边不为no 所以把它入对 不包含 所以它也入对 然后是4 嗯 没有影响 然后5 5的话 它左边都有 左右都是空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 谢谢收看